无毛猫 无毛猫以其与众不同的外貌和独特的特质 在宠物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迷恋 尽管它们在毛发方面与其他猫众不同 但无毛猫却没有着令人惊艳的奇特之美 本文将深入探索无毛猫的起源 特点和魅力 让我们一同揭开这神秘而迷人的宠物世界 无毛猫最早起源于墨西哥的一个自然基因突变 后来竟由人工悬域而成为一个独特的品种 主要的无毛猫品种有比如无毛猫和斯芬克斯猫 它们分别展现了不同的特点和血统 无毛猫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们缺乏身上的毛发 呈现光滑的皮肤质感 无毛猫的身体线条优美 肌肉结实 使得它们散发出一种独特的强壮和优雅的气质 此外 无毛猫的眼睛通常大而明亮 这种对比强烈的眼神增加了它们的神秘感 无毛猫的个性与其外貌一样独特 它们通常拥有活泼 好奇 爱玩的特点 同时也非常喜爱与人建立亲密的关系 无毛猫对于家庭成员的陪伴和关注非常依赖 它们经常表现出忠诚和温柔的行为 成为了许多家庭的忠实伴侣 由于无毛猫缺乏保护性的毛发 对于温度的适应能力较差 因此需要特别注意保暖 此外 无毛猫的皮肤容易受到紫外线和细菌感染的影响 因此需要定期的皮肤保养和清洁 定期检查和注意体重控制 也是保持无毛猫健康的重要因素 无毛猫虽然对于寒冷的环境较为敏感 但在温暖的环境下 它们能够适应得很好 无毛猫的适应性强 适合生活在室内环境 并能够与家庭成员和其他宠物和平相处 无毛猫适合有以下特质的主人 首先 无毛猫需要特别的护理和关注 因此适合有丰富宠物经验和爱心的主人 它们应该愿意花时间和精力来照顾无毛猫的特殊需求 其次 由于无毛猫对温度的敏感性 它们更适合在室内生活 主人应该能够提供一个温暖且舒适的家居环境给无毛猫 以确保它们的健康和幸福 除此以外 无毛猫非常依赖人类的陪伴和关爱 喜欢成为主人生活的一部分 因此 适合那些能够给予无毛猫充足关注和陪伴的主人 还有就是 无毛猫通常具有活泼 好奇和玩耍的个性 它们喜欢与主人互动 玩耍和参与各种活动 因此 适合喜欢和宠物一起玩耍 教育和互动的主人 最后 无毛猫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和耐心进行护理和训练 主人应该具备耐心 温和和稳定的性格 以确保无毛猫得到良好的照顾和训练 为什么有的无毛猫皮肤油带有的却很清爽呢 无毛猫的皮肤油脂分泌程度的差异 可能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如基因 环境和个体特质等 首先 基因是决定无毛猫皮肤特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不同无毛猫品种可能具有不同的基因组合 这些基因组合会影响皮肤的油脂分泌量 某些品种的无毛猫可能因基因而有较多的皮脂分泌 使皮肤感觉较油腻 而其他品种可能具有较少的皮脂分泌 皮肤较为清爽 其次 环境海洋护也对无毛猫的皮肤状况产生影响 环境因素包括温度 湿度和空气质量等 高温和潮湿的环境可能促使皮脂分泌增加 使皮肤感觉更油腻 此外 养护措施也很重要 适当的清洁和护理可以帮助调节无毛猫皮肤的油脂平衡 定期洗澡 使用适合的护肤产品以及一样均衡的饮食 都有助于维持皮肤的健康和清爽 最后 个体特质也可能导致无毛猫皮肤油脂分泌的差异 就像人类一样 每个无毛猫都有其独特的生理特征和个性 某些无毛猫可能天生具有较高的皮脂分泌量 而其他个体质可能较少 这种个体差异可能是由基因 遗传和其他身体特征所决定的 总的来说 无毛猫的皮肤油脂分泌程度的差异 是多种因素中含作用的结果 基因、环境、养护和个体特质 都可能对皮肤的油脂分泌产生影响 从而使无毛猫的皮肤感觉有所不同 有的油腻、有的清爽 无毛猫以其神秘而迷人的外貌 和独特的特质吸引了许多人的关注和喜爱 他们经过选运和照顾 以成为一个受欢迎的宠物品种 无毛猫的独特之美正是在于 他们与众不同的外貌和个性 使得他们成为家庭的宠爱和陪伴 对于喜欢独特宠物的人来说 无毛猫绝对是一个令人著名的选择 尽管无毛猫的外貌 可能会引起一些争议和观点分歧 但我们应该尊重并珍惜 每一个宠物的存在 无毛猫带给我们一种 与众不同的宠物体验 让我们更深入地理解 和欣赏动物的多样性和独特性 无论他们的外貌如何 重要的是我们给予他们爱和关怀 并与他们建立真挚的情感连结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